我们家附近有一片树林 其实那里过去是一片沼泽地 当地社区的居民 大家动手 把这片杂草葱生的沼泽地 改造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 并沿着河沟 在这片树林中修建了一条木头栈道 使这里成为大家休闲散步的最佳去处 这条幽静的临终栈道 是我经常来散步的地方 这里空气清新 环境优扬 这片沼泽树林是鸟类的天堂 各种各样的小鸟栖息在这里 在小溪和沼泽地的水边 除了野鸭子 经常能见到的就是这种羽毛颜色相当充重的紫水机 它们虽然属于飞行 但是它们好像更愿意在地上行走 也许它们觉得用两只脚行走 才能显得更加高级一点 就像人类一样 这个长净是我经常坐在这里歇息的地方 我喜欢这里 作为绿树环绕 能令我心情放松 而且安静地坐在这里 常常能够近距离地欣赏到野鸭子的种种生活状况 你们看 这一对相亲相爱的野鸭子 无忧无力地在这里一边闲逛 一边轻声地说着悄悄话 虽然我就坐在离它们不过五六米远的地方 但它们却视若无人地在秀着恩爱 啊 大自然真的太美好了 小野鸭是我最喜欢观察的对象 它们生机勃勃充满生命的活力 它们好奇 勇于探索 无所畏惧 敢于闯荡 看着它们灵动地窜来窜去 我觉得好像是我获得了一股新的生命能源 令我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力 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的启发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只要细心地去观察和体会 很多的情景和事物都能够给我们启示 使我们增添生活的力量 人们说天人合一就是这个道理 我的天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